赛业的马季来到 赛马全回人已经做好准备 速世代分 这场马怎么看 过来中马APP看看平马人如何分析 这场赛事形势和马匹的实力 大家好,我们是三剑合赛马聊天室 我们有本地赛事、海外赛事、集前大户动态 以及精选满满的推介 跑完马之后 我们还有足球赛事 与大家一起分享 还有Smart Racer 最科学的大数据模型 即场热钱流向哪只马 投注资金的移动助你准够把握 我是朱一朱 商业理在众马聊天室 Hello, 爱马可思 每逢赛马日前一晚10点 YouTube Channel 众马 亲一个马季 我Bono会拍着不同嘉宾 在YouTube 的众马直播间和大家分析赛事 我从古坛红到马坛的谈朗位Steven 这里混习各路不同风格的高人 总有一个適合你心水 在众马聊天室等着你 我们在众马聊天室等着你 我在众马聊天室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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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 我是平马人 我们上次沙田赛事已经做了第一集 有Bin姐我和Bono 今天我们请了我们重马 另外一个 这个要好好介绍 就是Smart Racer的 Jan上来和我们分析 明天跑马的八场赛事 Jan 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Smart Racer 可以叫我生病 平时我也有在不同的频道上 讲一下马 以前也有在不同的直播频道 也有讲一下马 今次上来这里 和大家一起谈一下马 分析一下明天的赛事是怎样的 生病是不是网名 是网名 网名 这些网友很多人都认识你 少少的不是很多人认识的 都是朋友认识的 那你当Smart Racer 究竟是搞什么呢 不如和大家介绍一下你的系统 我就认识一认识 真是有料到的 尤其是现在我相信 大家的马迷朋友 集中关心大户 临场落飞的情况 Smart Racer 你们的大数据库 好像都有这个系统 是吧 其实Smart Racer 这个大数据库 我们提供不同的数据 可以分析到 很多不同的数据 它包括可能是热钱 有隔热钱 有临场的热钱 也有关于一些海外的参考指数 一些参考图 也有些图表 可以显示出哪些的马 即是大家看到盈光幕 是否现在在同步 现在在同步的盈光幕 就是可能海外隔夜 属于一个重飞数的马匹 当然其实大部分 在隔夜看的都是热门 但我们比较着重 就是一些临场的资金移动 可能在临场的15分钟 甚至乎5分钟 3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大户 它可能是一个特定的投注压 我们可以看到某一分钟上面 哪一只马匹 可能有受着特别大的关注度 得到大家 可能在特别5分钟 一只冷门马 我们看到它的数据 是特别高的 可能有个数字显示出 是特别高的 这些重指数 就会显示出我们对马匹的分析上面 觉得它的信心程度高不高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热门 它的信心程度 其实不是那么高 反显出我们可能会 从而被那些投注陷阱 这个很重要 大家马迷都不妨立即拿到手机 下载中马APP 然后进入他们聊天室 就可以找到Smart Razer 这个这么厉害的数据库 我看到其实不止 就是刚才Janice所说的热门 接购 指数 还有很多联马斯 骑斯 配搭 还有那些 买了多少钱飞 有很多东西大家都看到 尤其是最近 刚刚礼拜天的赛事 大家都看到落飞党的夸张 譬如那只飞英傲场 最后打下去 变成了飞格 飞到马到赢 六十八元 所以这些热门 真的 大家也要看着 帮到大家 陆场下注 没错 就是常常数手指 五飞英傲场 什么时尚欢欣 接着还有什么 奥华威威 总之 你数到 其实近这一个 两个星期 也很不止 可能上去有 之前的必先生 其实都是这些的傑作 大家要参考多些 这些钱是值得比的 对 真的值得比的 我们绝对支持Smart Racer 这个系统 因为我自己亲身用过 真的非常专业 也是真的可以帮到大家 去看飞 怎样去 叫什么 运筹为握 对吧 对 除了 山病 导演写你的名字 叫山病 这个网名真棒 哈哈哈哈 除了我们先回顾一下 刚刚礼拜天的赛事 我和阿Bondo 你做了第一集 和阿B 那些心水 哈哈 真的 三个都不行 那一天 其实场地偏差 真的大得很严重 除了没难没命之后 差不多 哪个放头 哪个赢 真的完全想不到 那天的田丝 是这么大的偏差 如果大家临场去 很简单 肯去挖走一些 可能会走 三搭 不用想 你走二搭 都可以放心挖得死 二搭 后上马 真的放心挖走 你就会找到吃 所以 在赛前挖到一幅图 你猜到哪个放头 或者跟着波斯 昔日 就应该可以找到吃 嗯 到了明天 星期三 在赛事 可能会有场地偏差的情况出现 因为 上个星期三谷草 那个斯囊 其实上下半场 那个偏差都很大分别 上半场就全部走在外面 迷便那些马 就好像 去到最后直路 就脚软 那样 好像迷便的场地 好像人水多些 是的 马好像拙脚 那样 直接上个星期的谷斯 他入便 我也要入场 看到内南是特别 好像叫做 薯仔田 有很多洞 是 压完地之后才耗 但是 一定是在外面好 当然 明天用斯加三 最窄的跑道 刚刚 星期六 就有八组的谷草 就是 次了一集 当然 应该我们预计 可能外面的浅踏情况 也可能是有的 但是 我观察 应该就是内南那一部分 依然都是坏的了 是 应该继续多洞的 然后最外面 就是填炭 跑线的那些 都可能是差一点 就是好像戒猪肉 切头切尾 中间 可能二踏 直路都要飞二三踏 可能二三四踏就好一点了 当然 上个星期好像 就像何宅瑶 赢了一只 万众 开心 去到飞到握手位 那些都可以赢到 那真的 要大家临场执生才行 还要看看 会不会在第四场之后压地 因为 上星期三万 压地之后 那一场第五场 反而就是 埋便 马亚步促 放头一只 建设群鹰 自己一放到底 所以 那个偏差 压地前后 可以差很远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着 即时压地情况是如何 没错了 没错了 你看看 也开始有很多人进来 是的 Vin姐其实是在这里的 大家不要以为不是在这里 镜头前面不见到她 但其实在那个check room 监察着我们 好像那些仇心动事 是的 大家记得多点赞 虽然Vin姐不是在这个直播间出现 但是 有我 后野 Bono 和Jan 生病 跟大家去谈谈明天的跑马的赛事 那好了 分析完我们的跑道状况 不如 不如你想打开头炮 阿山病 是吧 你介绍哪一场呢 你知不知道我们上到来 都要做一场正东西 给我们的观众 好 那我就想选这个第二场 第二场的三百一千米 你会选的 马一点的 中眼 对吧 我不会选大叶本来走投 博好分一点 那这一场其实来说 我就会选一只 拿胆 就是一只平常心做胆 那其实我主要选这个马原因 去片 哦 有片去 那就选回这个平常心 那一场的场次 那就是第99场次 那其实这一场 他今季的初跑第一场 那其实他一开始 就是出门其实不算特别快 那他也采取了一个贴栏 跟着比较厚一点的位置 那其实一路 一路继续他一路跑下去 他其实 因为前面比较多马场 那场其实相对来说 就会多了一点 就是步速都是属于偏快 偏快一点 那其实这一场 普遍来说 都是你一些后追的马 都是比较表现好一点 那但是 其实以那场的观察 平常心 他本身的状态 其实未到十足的 那时候我想六七成左右 那但是其实 他一直继续跟着 跟着内篮的 叫做 第八九位 那样 那甚至乘回到第十位 那其实一路直路的时候 他都是省着省着这样 紧紧跑到第三方 虽然满满身份 那但是 其实从这里可以见到 其实他上季 普遍来说 跑一班二班 减了很多分的 那但是下来三班 其实明显见到 那个评分有利了 那还有这些老马 其实都见到 季初其实都用得就用了 那他那场其实冲赢 就是叫紧紧冲输 那里面的赢马 打立再赢那一只 快博 那其实外面这场马 也有水准偏高的 也都见到 杰出汉子 喜智宝 甚至乎美丽在后 之后他再赢的 那这场水准 其实属于偏高的赛事 那我觉得这一只平常心 落到三班一千 你对着这一堆对手 虽然有可能 有些财财 英雄豪迈等等 叫做年轻一点的对手 都不错表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只平常心 有权放在这一场 三班一千里 有权杀了 虽然他背个顶绑 但是其实马本身 上场 前一场都是背开个重绑 我觉得 摆在艾巢礼上 背这些重绑 其实那个问题是不大的 那揀完一只胆 我会选回平常心之后 那其实脚 我会选回两只季内 他赢过有表现的一千里马 那就是财财和英雄豪马 4-5号 那其实 选过这两只的原因 一来就是财财 他今季的表现就很好 加上五盘子的马 其实季初已经来得很快 那财财和他上场 虽然他受惠 就是同马房的马 两只销完之后 他受惠的快步速 追下去 带了他很好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今场 其实虽然 潘顿的表现 大家最近都会觉得 可能飘忽了一点 好连贯 连贯的第四 连贯第三 所以选他配脚就应该刚好 那至于英雄豪马 上场其实沿途田太康 都蝕住过外跌 那我觉得今场虽然一档 我们刚才都听到 一档可能未必 今天天天贴蓝会好 但是可能这只马 如果田太康 懂得在直路拉出来 一点点的话 我都可以冲下去 他依然可以交出 他今季本身不错的后径 所以这场我就会选 一号平常三胆 拖四号五号 四号 阿Jan我一定支持你 因为我自己的布置 其实都很悠悠地 弄了这只 也写了下去 始终他喜欢 他前一局 赢马的姿态出色 还有上场 他也是走三胆 望空了 竟然在七只马里 可以走三胆 真是 挺没运 所以一定支持你的 但是你用这个冷 平常是76元 当然 你刚才播出的水准很厉害 之后新后面那些 快博 杰出汉子 和美丽巧 美丽巧 都赢了 应该也确定是强盛出品 应该就说 一拖二 可能就是 第一次做节目 就是打响头炮 待会 麦后完了 我也要买多一点 买多一点 是啊 Bono又怎么看 第二场 你又有什么心水 是不是应该比较单纯 也是比较单纯 刚才阿Jan 我自己也很喜欢 特别是 平常心 始终落班 和今季 在三班 即是跑两次 千二都可以禁接近 嗯 缩下来一千 这只马之前都赢过两边 绝对没问题 嗯 加上这只马 其实上季初转了 去苏惟宜马房 到现在其实都还没交代 嗯 减了一辆分 这个状态 今季起了 应该都会尽量博去交代 嗯 这一场对手这么少 希望这里 可以赢到马 哦 正正路路 一胆拖四五 希望 顺顺利利 就回来 因为这一场八只马 预计的场合 和分析这个部速 应该都不会很困难 应该都是正常 比较单纯 这个赛事 幅图也很清晰 是的 2号加州得力 得力 就怎么看呢 好像Vin姐挺喜欢的 这个 其实就 近几张看来 就 在这个分子好像就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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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季可能就 比较多了 今季初就 状态不算好 那近两场都是 输得比较远 可能 都要花时间 慢慢变回状态 所以 观察一下 我自己就一般 我们现在说了几分钟 十几分钟 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们今次的画面 和声音 是不是很棒了 很多 经过我们 甚至 连接的质素 可以给大家一些意见 不然 我们就 可能会再改进一下 也不一定 但是我初步看 我们现在 现场的画面 应该就 多谢 导演的功力了 没错 越重越好 是的 应该就好了 有进步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 问马 明天答场赛事 所有马 我们都可以 解答 到大家 是的 好 那Jan 你就说完第二场 是不是到 不是 到我 还是你 到你 第六场 我还没准备好 哈哈哈 你又喜欢哪一只 喂 Jan 你选择了那只 苏惟賢 我也选择了苏惟賢 你也是苏惟賢 我也是苏惟賢 就是选择了第六场 十二号的 宏惟賢 今次 深水 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麻烦导演 播片 准备可以 那就是 宏惟賢 052 那场次 好 好 你一起步的时候 大家都平排出集了 幸运之神 红衣快 外面还有佳惟賢 中档位置 天竹猫 最出有有红里 第五位 海南寶 内栏第六是灵禮 中间位置 王者风火 紫色衣 白帽 在外面超颜迎球 尾四是白威星 尾四是云彩 尾四是云彩 和一只电信飞车 暂时 电口马匹 是那只蓝星北战 去到对面 直路中尾段 放头的马 是佳惟賢 中间有一只海南寶 在外面有红里 守住第四位 就是幸运之神 红衣那一匹 中间第五还有天竹猫 外面第六位 超颜迎球 内栏第七 白衫浅南武 零礼 后一些的猫 有王者风火 等里面是宏彩 订大外档 就是电信飞车 后面两匹猫 白威星 和南征北战 正正是直路 街运发展 才少少进来 幸运之神 逐步蚕蚕追紧 再看到很多层的猫 外面上来 有超颜迎球 里面追的马 还有这只宏彩 大外档 是这只电信飞车 最后五十米到 幸运之神 稍稍过了街运发 街运发 又沽上来 两匹马丁当码头 外面位置 幸运之神 里面街运发 真是要拍照 第三是宏彩 以为幸运之神 一鼓作气掩上来 看一只脚 什么水泊都已经出来了 过不过到呢 这次 你看到它 压着蓝去追 都追到第三 还有它第一场 入Q的那一场 成功 都能赢到 勇威神区 勇威神区 这只马 再出 已经在潘顿 跨下了 一方到底赢了 证明这只马 在四班来说 应该是有份量的 近三场 怎样跑得一样 我也觉得 有些古古怪怪的 尤其是上场 一七一那组 他沿途 一出门 就有点压失 然后就放在里面 直路也走在里面 塞死了 当是没有跑过 今次 马 已经去到一个 评分的新低了 背着 116磅 应该是相对好跑的 我预期五档 很简单 三档 天竹猫 一定是放的 起进之声 二档 也是快的 预期的报处 一定会正常 和偏快的 我自己 希望他的五档 不要像是留到上场 那么厚 排到最后的位置 跟着 中志 好像他季初 上名那一场 他的跑法 应该是挺激动的 116磅 那个磅位也很跑 隔晚现在有10倍 看看这款马 赛明少 刚才所说 财系 明晚也应该是大手出击 什么事 为什么要再来一次呢 哈哈 忘记什么 是不是要再播一次啊 你说 忘记开声 忘记关声 哦 再来一次 先看看 声音 我刚才听不到 那就再播一次 现在是否可以了 现在 再看一次 云彩 不要紧了 真的有机会 take two 就是白衣 粉红袖 现在是尾三 为什么要看这条片呢 就是前面 刚才我所说 街运法 本身在四班 经常都会赚到 捕捉形势 可以放头赢的马 幸运之神 现在赢了 那一只 也是守着 Box Seat 我们焦点 我介绍的一只 云彩 现在守着尾三 内栏 看中他这一局 主要是因为 直路 走了 有点不离地 但是在不离地的情况下 依然 后竟 也是相当出色 追回第三 因为刚才所说 以那天的谷斯 是不是谷斯 没记错 好像是 是谷斯来的 052 那天 谷斯那天普遍下半场 大利 都是以中外踏去追 包括大家有印象 闪电 闪电可以斗赢的 那是什么 明心之鱼 是的 明心之鱼 都是在外面 潘顿 后发先至 在外面 被盖赢了 所以你看到 现在贴蓝的粉红色衣 那一只 红彩 压实调蓝 来追到第三 其实表现 我自己的评级也不算太差 是的 OK 现在导演回到这里 OK 刚才因素不说了 五档 轻榜 和评分身低 我觉得是时候反弹 半冷碗一点 选择12号的宏彩 就作为行投的重心 其余的配夹 我首先会选择9号 或1号中华 其实这只马 我自己都追了两局 尤其是前一局 033那组 是不是陈佳希奇 是陈佳希奇 其实我自己都差一点 其实我只是买过披 只是几十倍 排是四 排是四五十多倍 其实就有点可惜 其实上场 艾杜拿奇那一次 也是有点令我失望 但我觉得这只马 有点像旅游高球的感觉 你知道叶楚行的马 就走走走 不知道在哪一局 很奇怪 很难捉 这次他找回后竞 依然是再硬正一点 我感觉是董明朗 董明朗 其实后竞马 也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是骑士 我觉得上星期 快博也发挥得很好 这次我刚才所说的 有天竹猫 还有喜晋之星 甚至乎保利生辉 也可能会快 预期有些捕捉 我看看这只马 可不可以后发才能追到一直 所以我就先选择它 另外那只 就选择了 继续落斑 就是高明俊杖 高明俊杖 其实上次我也有买 但可能田草 我觉得他的发挥 这只马 始终的主场是谷草 尤其是上个季大家都知道 他一落四班 就马上去 这次就选择了一场 在刚刚11月19日那一场 田草 那一场就输得远一点 那我就抹了他 这次 这次他回来 因为他之前很明显 跑完一里 就是一六五零谷草 现在下回来 田草又隔一隔 这次他排的档 又不错 四档 艾兆礼 最近都授风 这只马 其实有三四班的升降机 味道 四班是有少少优势的 但是三班 就是常常都跑到 三三四四五五 那些 完全都不会有 赢到的可能性 但是这次来说 下回四班 有报处 看看可不容易 也是追回一席 上名 那 那 这只高明俊杖也好 因为上季 他在四班 赢了两次 两次都是58分 现在的分 刚刚输了那次 田草 刚刚下回来 58分 刚刚到上季 赢马的评分 是啊 服货看他的神货 的姿态 还是很轻松 不像一只八岁老马 不像八岁老马 那应该 四班都可以接近 是啊 那我们重复口心碎 那侯爷 明天就介绍第六场 十二号 宏裁造胆配角 就是二号 高明进将 和九号的一铺中环 好像都已经有人留言了 看到已经有超过一百个人进来了 是啊 太好了 我都说的 阿B不是在这儿做 其实他在后面看着我们 其实大家都 哈哈哈哈 其实有几个朋友 在我问问题 先解答一下 Kelvin问 三位马平人第五场 各事无相 多多配合诚心所愿 会不会爆冷 各事无相 我先说 因为这只马 我也有跟开 其实在四班 跑千二 他都几乎 每次都在这儿 没有脱落的了 唯独是上次 排着过五档 竟然 上次排着过一档 反而跑得挺有差 不过 我觉得上次有些跑错 这只马 其实最好的跑法 就是跟着这三四位 有些遮挡 他就直接加速去冲 但是上一场 出门就太快了 自己只马在前面 就贴栏 放了出来 我觉得就不是最佳跑法 所以返回来输 比较远一点 当是马 这次相信 马包道会发挥得好一点 这匹马在四班 是有点好处的 我相信 可以再接近这只 这只 是 他还有喜欢这只马 多多配合 和诚心所愿 多多配合 怎样看啊 多多配合的话 其实我上一场 去季内初出 都有留意这些马 其实一堆 用天盘得中 这个组合 大家都很喜欢看 特别是冷碗马 这场我看到他们有赔率 值得留意一下 我自己也都 在初选范围里面 都有选择这只马 因为原因 他本身在田草上季 其实长期都很接近 今季 黑二 蓉天盘安排 已经过来跑谷草 热身 结果 C上来 跑下去不是太差 追过第七 他在外跌沿途 都是蚀着跑 追上来追少少 那我当上一场 Bred our first run 有一些 叫做热身的状态 那这一场 其实预计 这一场第五场 部速都不会太慢 我觉得 他和刚才所说的 各事无伤 其实这一场 我觉得 他们都会 可能会留后一点 就是留居中的位置 跑直路 特别两个排 中档 属于C加三 其实我觉得 挺好跑 有机会是好的地 因为这一场 我觉得 我忍不住都说 明天大家买一份 星岛日报 就知道了 哈哈 另外那只 诚心所愿 又怎样呢 这一场 好像又休息了很久 1200的能力 暂时看上去差一点 1000好像更加有把握 今次找到中逸离 减55磅 看看 这一场 应该都是 上季都用得挺多的 那看看可不可以 边线 对 边线 这一场预计都会 这一场 其实说快马 数下去 他呀 可能是电子兄弟 这些会快 其实不算特别多 如果他可能抢到 这么猛的步速 可能他捱到一会 其实也不奇怪 那就看看边线 明天来不来放 原来放头马 又是可以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要抹走 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不屈服到那些放头 另外马沙就问 保励生辉如何 保励生辉 保励生辉 是潘顿奇的 这只马 上场就放得挺好 但他当然是赚了少少 那天的A 是你放的 但你说去到直路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其实这只乐家福 都很亏 都被他 都可以过去的 今次他排着六档 一定是放不了的 因为我计算是天竹猫 和喜仲之星 在内侧应该会抵住他 看二踏 前置 帮不帮到手 你知道 瘦伊潘 有时直路 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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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张是比赢眼光 赢眼光是什么看着? 赢眼光是什么? 还不可以花盲 黑眼光的眼光是什么? 很厉害的。眼光的眼光也是很厉害的 看下眼光也没有那么厉害 初出千亿穀草要赢不是很容易 蔡行 有把握的就少放菊草 好,再回答一下Terry的问题 六场10号耀宝区 苗麗德的宝藏 是不是宝藏? 但是那个试集是不错的 看见他来集 有少少追势 但是这次过来 是不是立刻初跑 这个菊草就可以 杀得到呢? 因为十档我觉得也挺难跑的 因为他新马赛的帮助 就是跑过一场 暂时来说我都要观望一下 我都选不到 因为其实你一只BB 我们叫初来菊草 初来三岁 是的,还是三岁的马 可能都要看到一个试图证明一下 虽然那个泥杂我觉得也OK的 但是我自己就没有要了 好,回答完问题 到你的帮助 再介绍什么场次 给我们的观众 美关就等我来 我就选了第七场 这组三班千八 我自己这一场马胆 我就喜欢十号 这只手道在来 导演可以准备去片 其实这匹马近两场 都可以说是快步速的受害者 不过他就不能怪人了 因为其实快步速 是他自己教出来的 上一次跑田草2000 头三段 比标准快了两秒 所以回到来 杨明伦都给少少抽情了 而前一场 就是现在看片这一场 就是 11月8号 总常是154这组 就是三班 谷草千八 前段 就 步速不算太快而已 去11档 就很轻易就 埋到 现在守住的第二位 前面方头 就是 这只是菲伦布 后面就是 白红色衣服 就是金牌的头马 中华英雄 外侧就是特别美丽 再后一格 就看到有 敬选光辉 和圣经线 可以留意一下 在后面 有一只全程 走着三叠 白色衣服 蓝色衣服 就是标之亮子 赢了 之后 都保重了 看看前面 其实菲伦布 放得不算慢 头三段都被标准了半秒 守到再来 其实就可以 一路跟着第二位 但是 杨明伦又不知道 是否拨速 不够快 这里刻意 就要走出去易跌 在这只菲伦布外侧 就要 兜出去做过去 所以变成 这一段第四段 都做出一个 几快的步速 23秒84 只是这一段 都比标准 快了半秒 那么多 所以 跟着他这对马 那一笔 中华英雄 一声谢谢 谢谢 你两个斗完了吗 斗完了吗 那我自己踩入 一枝自然的自己 就飙了上来 已经过去了 卖了那两只马 菲伦布这里 已经散了 但是看到 守到再来 其实还有两脚 都顶得两嘴 不过 始终 全面真的 撤得太快了 所以 中华英雄 透过出 另外 外面 深夕三脚 就是多多勇区 都涌了上来的 守到再来 都叫做 顶着第三名 我觉得 在这么快的步速之下 还捱到 三甲 都已经是一个 不错的表现来的 嗯 你都要留意外面 还有白色衣服 蓝色衣服 这些 BG 两只 虽然他全程三叠 虽然他亏了脚程 不过都赚尽了 这场的快捕捉 回来跑了第五 之后都保重了 嗯 所以这场水准 一点都不差 所以这次呢 两次 雷明伦 放得这么快 这次 决定换人了 用田泰安 最近的旺人 是 连续九旗 有买赢 加上他和五鹏之近期 都可以说是蜜月期 所以 相信用田泰安 那个柳方车穿 会好很多的 嗯 还有 派住个五党 相信 都很大机会可以 就买到来 贴栏 那外面可能 最快会 拍住最可能是 外面的天然盒一 那么 如果天然盒要放的 可以跟着第二位 又或者自己自己放 都可以的 所以派法 都比较激动 所以我自己就比较喜欢这批 手道在来 再另外提到一点 就是 A批 手道在来 就是一批 四岁 北半球马 来到明年的一月 他就会转税变成五岁 他现在还欠 150万的特别奖金 只剩下过来的时间 这个好多 连续司 对啊 机会不多 我也有看过赛程表 其实在谷草 三班中长土 只剩下12月 最后一场 就是三班的2200米 当然 不要去到这么紧的 特别在尾才博 对啊 所以 这一场 应该斗志 都好的 希望可以尽快在这里 帮这批马赢回场 然后拿上奖金 就最好 所以我自己就决定了 拿这批 半冷的 手道在来 加上11倍 就要你走投 拼一拼 对啊 对啊 这个马赢的步速都亏到飞起了 你会看到他 其实他身旁后面那些什么多多勇区 上柄上勇区 其实再速 再速都跑得近 对啊 填草这一组 六七元 始终的马是很厉害的 季初九丘复出 都可以在三班谷草1650 以一个都很无敌的姿态 一冲就过了赢马 而上一场也都在内档 都是当天 亏了一个内地不利的 全日的马都是在外面盖赢的 唯一一只可以内档 这样冲上来赢 都是很厉害的 那么今次我就 选择做配角了 始终就要增程了 而来就 每个榜都加了133榜 怎么说都是有点势力的 嗯 实力不怀疑 是怕那个重榜 加分加那么多 可能 会不会有点适应 所以就 退居次算 就拖回去做配角 嗯 而另一部分我都会拖的 就是三号的 罗曼劳 嗯 季初一出 都赢了谷草1650 不过之后再跑两次 1650 就反而名次倒退了 看到这匹马 好像落脚就开始 就是比较慢一点 还有那个冲刺 就没有 就是那段冲刺 那个距离不是太厉害 那么我觉得呢 是时候都要加程了 嗯 今次呢 过来千八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合理的尝试的 加上就用麦导朗啦 这个高手应该 长途赛的流放会比较好一点的 还有 明天啦 莫偉杰三匹马呢 全部都用了麦导朗 应该呢 都想变长动手 是呀 所以这匹 浪漫老窩 现在隔晚也有 九十八元 都预复了呀 是呀 都挺吸引 所以就拖了他 所以就总结了 我自己明天的提供 第七场 马胆 就是用10号的首度再来 就拖了1号的超超比 和3号浪漫老窩的 嗯 那么超超比和浪漫老窩 超超比应该都直路 应该都走了少少不离地 虽然都说压了地好一点 但是 当然他赚了一个部速啦 当然是 但是这只马 大家都知道啦 沈乘成都应该想部署去跑 就是 这么贵的打比的嘛 是吧 现在他78分肯定没够的啦 那么 所以来讲 应该都会再拖的正头正路啦 哇 但是这个冷门行头 不得了 是啊 是啊 阿扎呢 阿扎这场你有什么看法呢 第七场 嗯 其实大致上 波头差不多 但是我自己会想 加多一只天人合一 在洞 那么其实因为这只马 我主要选择原因 我会 就是可能会做一只脚啦 其实我也同意 就是我本身都喜欢超比和 收到最后的这两只的 那么我选择了天人合一呢 主要其实上季 其实整季 就买一个减分的 我觉得 那么今季 季初一出来 其实已经赢了 就捧了一杯啦 中逆礼其实开始 特别今季 大家看到中逆礼的进步很大 这个滑像真的 真的真的 厉害了很多 就是流放也好 不只是放糖马 一追又行 那么他这只天人合一 上场黑二跑过2200 其实最后都是 逗输给多伦福星 那么我觉得上场 其实2200本身 对他来说稍微长一些 那么今场下来1800 其实虽然他今天 就是明天的档 会排外一些 可能会蝕着一些 外面的脚情 但是我觉得 本身有足够气量 那么他如果 如果这场马 同手路上 可能拍着他 或者跟着他 其实绝对可以跟到 可能跑的位置 也不奇怪 嗯 是啊 因为天人合一都挺准的 谷草 那些场马 尤其是省了一条男 虽然省了一条男 但是最后是弹掉的 有三个马位 那这只马 在中逆里的跨 好像发挥 特别特别 特别神神的 那么可以 不妨大家参考一下吧 那么看一些留言先 那么刚才也看到了 中年大叔 又问美长十一 那么刚刚也有个朋友 准备问一下 我四季醒的 那么不如我们就 谈完第八场吧 那这场也应该挺精彩的 这场应该正是吧 这场的叫做 二班千二呢 虽然说美长 但是其实 都真的有很多 几凶的谷草马 在这场美长上裂震的 那么 怎么看呢 大家首先分析这一场 其实这场其实 说一说 本身临场 明深之遇退出了 明深之遇 其实出到的 本身预计 都会是其中一只大业马 对啊 因为他都准的嘛 他赢不到他都准的 对啊 赢不到他都准的 这只马 那么跑回去 最少加谷草线 但是临场退出了 那么变成现在 叶本落了在 在蔡药和另一只 就季内初出的 的爱心 那么其实这只马 大家都不用怀疑了 上季的进步幅度这么大 但是会不会 其实上季可能进度 快了一点点 然后就可能现在要慢回来 那么所以今季 蔡药和哈尔都留了 就是现在去到 11月12月才再出回去 那么我觉得 他其实成为大业马 其实未必去到那么稳定 那么其实这场马 可以见到 季内要赢 季内要赢 季内要赢过 近过的马非常多 就是这样数到 就是三班赢的 结束案子啊 电气骑士等等 那么也都有 四季赢1,000 增程上来1,200 还有你看到状态好的 小霸王啊 魅力宝区等等 都很多 所以这场恶马是非常多 这场很乱 所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 因为我自己选择这四季 其实我自己 譬如结束案子 很喜欢的 也是中心 三班 上次他1,300,500 1,300,500 都可以 难度也挺高的 也挺轻松的 但是打下去的时候 是啊 他也是很中心的 那我也挺喜欢的 小霸王上次也最多厉害的 哇 蝕着那三踏 然后二踏 然后入彎 然后后来一整条直楼就通过了 雪涌神区也很厉害 那怎么选择呢 Bono 大家怎么选择呢 那就看陪律吧 看陪律 这些军事尝刺 你喜欢什么呀 我自己就 如果这样称 我自己喜欢雪涌神区 多一点的 喜欢蜜杜楼 是的 除了骑士之外 其实今季几场 他的输入也有点藉口 头两场跑沙田 不是他最首本 输入可以理解的 而上一场 回来谷草千亿 但是制御也挺差的 他直楼也塞得很厉害 根本都没有骑过 所以其实这几场 他也没什么用力的 相反其他对手 就加了分 赢了马 变成了他就有少少二日代陆 现在有七十几元 蜜杜朗 我觉得 去到尾场 七档也没所谓 可能去到尾场 都是外面的可能性好一点 所以 我宁愿选择一些中外档的马 所以我自己称高一点 这只树枉神区 嗯 还有季尾上季 一赢就加了九分 消化评分 也要少时间 刚刚跑了三场 其实状态都慢慢越来越好 上场不是潘顿哈尔走入面 其实马可能走出面 交上行程都不错 潘顿头场那只什么上屎 美力也不一样 凌道爆那些 他也不一样 很明显如果他跟 走外面凌道爆 跟挖挖挖挖走 很明显他一定是有三甲的 是吧 一定是精一用精一戒肆的 就是他选择走入牆场 但是有时候怪不得他 阿张你喜欢什么呢 你的爱心 如果你是否 太低一点 其实我自己这场 刚才我和金鲁 一样我都会喜欢 就算了 但是 另一只我会选 其实这场我会对碰 我会选一只超白胜的 艾兆礼骑回这只马 这次有 其实超白胜 我其实感觉这只马 本身是持着的 分子一直都有 状态保持着 但是叶初龙 大家都知道 不是说捉就捉到他的 他永远都很喜欢 跟我们捉伊恩 其实这只超白胜 今季上一场 初初跑谷草 其实他交出后境也算好的 以他初跑谷草来说 以及今季季初 他跑那一场沙亭千亿 他满满身份 他那一场跑进来 其实都是输给包装必胜 奔腾等等这些马 这些马沙田 大家都知道很凶的 这场我觉得 这只超白胜 如果稍微留一留 我们都是想 如果明天的场地 比较利可能 外面掩抵的马 这只都会是追之一的马 嗯 没错没错没错 超白胜其实 唉 我上次告诉你 Jen 我报纸写了他 就是 可能这个是列马斯 就是有点不容易捉 第四又是紧紧的十几倍 唉真是惨 明明这个位置都守得不错 但是打下去就差一点 就是 不知为什么又是差一点 所以 唉 今次 今次 我也在想不到 比较临险的飞点 其实这只 当然我自己就喜欢 刚才中年大叔也问 杰出汉子 我刚才很喜欢 这只马也是中心马 还有他三班的职 是相当不错 上次的一三五磅 临险的飞点都很硬 真的猜不到 六十几元 打下去四十八元 其实很有心得 其实也很赚的 那天都是适宜出来 去放头的 然后竟然什么重磅 什么顶磅都能赢得到 所以我计算他的水准是不错的 因为如果你计算这场马 正常上 应该是电气骑士 就应该可以放头了 他的四档应该可以做 像他上场赢马的跑法 看看魅力宝区五档 如果加利也比他快 他最好就更加有遮挡 更加正 然后后面就是 阿杰你所说的 超霸盛 再下一格是雪涌神区 和小霸王 富途应该这样画 所以我觉得杰出汉子 走位 这次上来二班 这次上来二班 就大幅下调 背上一二零 其实还可以有赢马的机会 现在隔晚有八倍 也比我想象中 也挺棒的 刚才看到的观众也有问 是否一毫四季 对啊 还没回答 四季醒 这场是否应该 这次马 拍了这么多场之后 终于上来一千二 其实都要考验下 说真的 分是由一千米 赢上来 现在才叫初跑一千二 而对着一千二也挺厉害的 好凶的 对啊 他背着领绑 其实挑战也挺大的 所以你看到隔晚 潘顿骑也好 都九十几元 证明信心不是太大 看下这只马 加成套钱 而可不可以 有一千米那段爆发力 但是成为热门的话 就不是太看的 九十几元就可以了 同场有这个爆发力的马 其实都多 小霸王 甚至乎的爱森 这类型都是同类型的马 我觉得他未必 可以在这一场赚了这么多 但是他要考完的比较多 因为始终增程加顶绑 而且他也比较少 看到他到1-3-5 这个分的时候才去初跑一千米 这个朋友说 George问一号 会不会放前走 正常的 当然他一千米也有点前速 但是 应该不会放的 放就应该 跟电器骑士 对啊 他要考考一点点 至于是否能放到 是否能放 最好当然是 放在这个 结出汉子的前面一格 如果是这么快 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放 可以放得到 而且也是实际所说的 初跑千米 还有上次也是1-1-9 现在也是1-3-5 真的要考虑一下 四重彩 我觉得三甲鞋也不会预计 因为跑法也应该很难 所以 美场 顾问论论论 其实是一个很精彩的 一场美场的赛事 但是 能否赢得到呢 其实范围也很阔 幸好 他退出了一只明心之欲 如果不是更暖 如果不是 因为那只 是很中心的 怎样都不能选 对 你说Marble很独赢 可能不是他 但是 位置Q 连赢 Marty 你都要继续 都一定要继续 所以来说 明天的美场 都不是容易的赛事 当然 明天 六宝是不是有多部 六宝没有 明天三T有多部 三T和第三 和第二 都有百多万多部 看看大家考考眼光 好了 我们分析了几场赛事 那 Jane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节目 我是平马人 也有一个传统 就是要每个人 选一只马出来 做一个比拼的 赢了 就好像一般 好像是有些事情 要唱歌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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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上次输了 所以缺了 Win 唱歌 OK 有机会 大家不知道 他过多少赞 有多少个百人看 可能他会表演 给大家看 好了 好了 別說那麼多了 明天讓你選擇吧 剛才我選擇那一場 我選擇三場四號 聶景追飛 聶景追 什麼原因呢 這隻蜜杜朗 主要選擇蜜杜朗的原因 其中一個蜜杜朗跟阿嬸合成的配合 我覺得這隻馬本身是屬於越跑越長的馬 他其實很早期已經有表現了 其實這隻四歲都是新馬班的馬 其實愛爾蘭馬 我覺得他很遲熟的 上場的走勢開始回來了 而且他開始消化到他之前加得比較多的評分 加上其實我比較喜歡他跑2,200 我覺得他氣量不擔心 這隻馬是需要比較長的沖程時間 我覺得我會選擇這隻 而且這場對手有些季內贏過 或者不算太穩固的情況 我會選擇這隻 這隻2,200 我還不知道在量度他的氣量 好 那就聶景追飛 第三場是多少號 4號 聶景追飛 就是阿嬸合你這次的對馬 好 那Bono 你呢 你選擇什麼 我自己都喜歡看騎電的部署 配搭等等 我自己就選擇了一隻 在第四場 隔晚也有點懶惰的 4號 金樽人聲 嘩 這匹馬就沒有什麼根據的 跑了七場 全部都沒有入圍的 不過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他貴內已經試過兩次的谷草 天七米站 而且兩次都在前面回來的 應該這個谷草的中長度的性能都不差 但是今季他一直跑泥地 跑沙田 偏偏就不回來跑谷草 終於現在的分數減下來 三十多分 可以在五班背個中磅 才選擇這場 跑谷草千八 我覺得 試準了這一場 才來了 加上有十幾倍 Bado 其實中長途有時的流放都不錯 單單地搏一下 第四場都是亂的 所以一定要以陪著先行的 就選這幾隻四號的金樽能聲 勃一勃 嘩 這只配搭都很兵行險著 富貴險中球 不過十幾倍 有時都很適合 有時的有人會有關注 這邊看下你們這場 我認為你們選這幾場 在我心想中 是很混亂的場合 那你又怎樣 剛才大家談的尾場也覺得很混亂 我当然选择,我刚才也提过,11号的杰出汉子 这只马,我刚才也轻轻说过,我喜欢他1-3-5都赢得到 上季,他直接赢得一只明心之遇,没得跑 明心之遇,其实上到二班都站得稳 上个名字,上个名字 上一局明心之遇跑的,正正都是明天尾场的对手 有很多小霸王,魅力宝区,雪涌神区 其实都是见惯见熟的 所以说,杰出汉子计算,他在这一组赛事里面 虽然说上二班,第一次升上来挑战 我觉得他加上个好档,绝对是有力一增的 那我就选择这一只,杰出汉子是否守到尾门赢了你们 希望是吧,希望顺风顺水吧 好,看看有没有人再有问题 陰谋论 陰谋论不是我来的 我不懂陰谋论的,我个人很正途 我个人走正途的 陰谋论那样东西,我推介你看一下 King少了,King少之后会有机会上来我们这个节目做直播的 有他出现的,我推介给大家看 他说这些应该有他的另外一个心得 这些是太复杂的东西了 可能帮助你也比较劲一点 有时候要捉一下心理 有些联谋师就是明鲁明昌 有些就喜欢跟你玩捉衣恩 反智也就是明昌 我们说是静气一点的 所以都要选择不同的马房 也有些各处的手法 King少就是很喜欢研究这些的 我自己也会的 所以之后在这个节目上都会分享多些和大家谈一下 看到什么的奇烈的古怪的部署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嗯,好啊,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都做了45分钟了 那怎么样啊,Jan?今天第一天上来OK吗? 挺好啊,挺好啊 是吗? 学到很多东西 是吗?今年就学到很多东西了 学到叶楚雄的东西了 当然啦 叶楚雄那时候我最喜欢叶马斯的东西了 那一年他赢冠军 是的,我们叫做叶马斯真是很威豪的 华人冠军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集好像Vin姐会回来的 听着先啦,你也知道他很忙 所以人不在,精神也永远在 就是受伤动事 其实不让我们偷懒的 好啦,那我们下集就应该是星期六晚 星期六晚 不是星期六晚 所以星期六晚和大家见面 好啦,那下一集就继续留意着 我们这个好视频马人的节目 那下星期六再见 好,下星期六再见 拜拜